铁路党部副公主总干事朱英超 今年主持了正向表扬大会 他呼吁妇女同胞要以尽自己的责任 为国家社会服务来庆祝妇女节 铁路党部今年显报了财德兼备的模范妇女 陈琼华 林南彦 翁文娟等17位 他们也在会中接受了铁路局长陈德明的颁奖表扬 今天会中并且邀请对妇女问题很有心得的 维维夫人主讲如何建立幸福的家庭 同时进行座谈 妇女代表都踊跃发言 彼此交换宝贵的意见